我是吳季欣 我是季欣 這邊是台灣勞工會議室 我們今天還是要談一個組織性的問題 尤其是民主選舉 民主選舉基本上是一種溫和革命 就是他要把一些權力進行重新的分配 這是非常大的工作 所以像林家瑋他要出來 因為是跟傳統的政治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會要求他們的幹部要非常優秀 而且在非常困難的狀況下 要執行非常複雜的指令 所以他們選舉是非常難 那我們今天就討論一下 就是意識形態控制還有組織控制 那意識形態控制在我們台灣來說 大家都最清楚就是 中國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控制 所以從小到大大家要唱國歌 然後要愛國家要愛領袖 這些東西我們從小就知道 大家要學習跟蔣介石一樣 然後現在開始改了 現在大家可能不要學習蔣介石了 我們要學習憲法 然後學習各種靈靈心心的法律 這就算是虛意跟懲戒社會控制 當然我們講說洗腦 這更是厲害 洗腦就是說 我們透過從小到大的教育 可以讓人接受一種意識形態 認為我是一個國家 是一個共同公民 是一個公民 然後要盡權力跟義務 要守各種的品德 教育 這就是洗腦 然後還有就是說 長期教育就是宗教國家教育 像我們台灣的話 宗教教育現在比較強了 有些像佛教團體 聖母教團體 基督教團體 它基本上都有一個 訓譯跟懲戒的規範 這當然規範 可能比較溫和 不至於讓人們覺得說無所是從 但是有些小組織的改變 就像我們提到我們台灣勞工會議師 為什麼我們不喜歡說 我們喜歡自由公民來參加 不喜歡說用組織去控制人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台灣 也許像我自己本身 很早就遇到洗腦問題 洗腦問題是非常麻煩 比如說一個組織 比如說我是一個國民黨的小組織 我要針對某一個跟我不合的敵人 我跟我不合的人 我要進行組織控制 對別人進行人格全面性的攻擊 這我們在讀高中 讀大學都遇到這種情況 有些組織是說比較聰明的學生 他們要發展自己反抗國民黨的組織 他們用的方式也是Brain Watch的方式 他們成功了 像我們台灣最成功的就是新潮流 新潮流有幾個領導人 我讀台大的時候就認識 他們這套系統成功了 所以這培養出新的台灣人 台灣義士 所以他們現在是當領導人 那國民黨一種就制約方式 洗腦方式 它還是有力量 它能夠控制一些小型的組織 長期的控制人 用Brain Watch的方式 對敵對的人還是有很大的方式 共產黨也會 基本上就是意識形態 很多人對於意識形態的工程很有興趣 包括國家意識形態 或者是群體意識形態控制 基本上他們是認為他們可以用意識形態 來培養出來 他們想要培養出來的人 那自由教育的話 他們反對這樣子的看法 那自由教育的人 他們認為 人必須要照個性來自然的發展 或者我們 或者 有的人反對的話 他們認為用Skina的方式 又是行為主義的方式 來制約的人是比較好 其實透過各種方式 他們還是希望就是說 我們社會能夠製造出來 適合它的品格 品質的人 然後才能夠在這個社會 盡社會責任 關於這個意識形態控制 或者偏好性控制 這個控制都非常複雜 像我們政治廣告 或者是我們賣宣傳品 賣任何的商品 它也有一種商品意識形態控制的方式 所以我們基本上面覺得 就是說 在試用上面 必須要仔細考慮 你第一個 你作為 你作為洗腦的人 你自己本身的主張是不是對的 或你自己的組織是不是對的 然後先去給人家洗腦 給人家打擊 像我自己的印象很深刻 對宗教意識形態控制 還有國民黨意識形態控制 甚至我們讀台大的時候 台大一些小團體的學生意識形態控制 我覺得很多意識形態控制是負面的 但有的人有正面 但負面的居度 就是說他這個方式並不是很好 並不是非常好 而且會耽誤非常多的時間 在處理在心理糾葛上的問題 是非常糟糕 我自己活在台灣 我活得快60歲 我最近又開始又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特別提出來討論 這個訊癒跟懲戒方式 是不是很好的 我是季星 從台灣勞工會議室發出的報導 謝謝 謝謝